静端 摆了24個小時 現在已經確定它完全乾 所以我已經確定煮了 所以我們要把它從這個塑膠片 墊片上面拿下來 那拿的時候 因為我們這個墊片它是軟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慢慢的這樣子把它取下來 把這個墊片往後拉 它就會拿下來 那稍微就是會有拿的時候的那個一點點痕跡 那個到時候再用那個水沙子稍微磨一下 如果你建議的話 那不建議的話就維持這樣子 因為它的背面並不明顯 那接下來我們要做這個罪額的部分 我們要把上面的這個部分結束掉 那這裡我們會有兩條沒有邊的 我們先把它綠起來 那這個罪額這個時候就要來檢查一下 像我這個它斜向左手邊 我們要把它調整回來 把它調的比較正一點點 就是正面看起來這樣子它是比較直線狀態 那如果你有五段半工具的話就用五段半工具 我們要把這個馬花邊的四條線 以及這個兩線邊的這個馬眼忍字邊的部分 做罪額要往下折 如果你有工具就用工具 那如果沒有的話 你可以用一支筆來取代 用筆來輔助 由中間的地方 往下對折 那一樣要離開桌面 這樣它就會有一個就是 形成一個摸字形 那這裡 我們盡量讓它 像這樣離得很遠 我們要讓它貼住 比較靠近 那這裡我們就用圓柱潛工具 把這個結束的這個位置 由內往外 由下往上 這樣子傳 像在騎摩托車加油 這樣子 由內往外 由下往上推 推 讓它接近這個罪額的地方 越接近越好 讓它密合 那我們剛才 邊剩的 就是之前邊剩的那個28G的線 我們就把它拿來固定 這裡 所有的線 把這個地方 背面的這個 跟它 綁起來 那像這樣的還有一點縫隙 我會希望是讓它更密合一點點 所以就再往上推 因為所有的線在一起 總共有 六條線 不太好做 那你可以分開做 兩條 兩條跟四條 這樣子 因為 麻花片的部分是四條 那人質片的部分兩條 可以分開來做 那人質片的這兩條 那我先 現在就是把這個線 稍微都順一下 稍微順一下 那接下來就是把這個地方 讓它盡量密合 繞五圈 所有的線 繞五圈 拉緊 但小心線不要拉斷 好 那 到人五圈之後 我們找一條線 再固定五圈 就可以結束 這條線 這條細線 就可以把它剪斷了 貼起的剪斷 那這樣子前面就會有兩條線 然後這個後面會有六條線 那這六條線我們有兩條 要把它繞到前面去 就 就是做一個交叉環抱的那個效果 那我會 比較傾向 就是 其實都可以了 好 那我們為了要讓這個順 就是 看起來 中間的地方 比較順暢一點點 我們要 拿這個旁邊的 旁邊的 那因為我 這 這兩條線 應該就是那個 做人質扁 蠻眼人質扁的部分 可是我如果這樣拉的話 我會覺得它的力道比較不夠 所以我會把這兩條交換位置 交換位置 然後再把它往前拉 兩條交換位置的再往前拉 交叉 再交換位置 那如果你覺得你的力道不夠 你就用工具稍微輔助一下 拉一下 讓它確實的密合 比較緊一點點 那這樣子的話前面就會有四條線 好那等一下我們再來做那一部分 我們先把後面的部分結束 四條線都把它順好順平 要讓它平整 像這樣子有縫隙我們不要 我們都要用手稍微推一下 那我只要前端的部分 密合就好 後面的部分倒無所謂 因為我要剪斷 所以大概四條線是這樣子平整的 那流大概1.5公分到2公分都可以 剪斷 然後再以尖嘴前 把它往上翻 就是翻起來 接近這一個剛才固定線的那個位置 這樣子從側面看就是像一個 蝴蝶的小尾巴 四條線一起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來做這個 正面的這四條線的結束 這四條線呢 我們都把它就是直接剪斷 我們要從做那個 從外面捲回來的 那我大概都留個大概3公分到4公分 像這個最短的大概4公分 好那我就 就在這個附近 就是 有的是 就是3到4公分之間 全部都是捲這個 由外面捲回來的螺旋 前端的不要 這個捲一個小圓之後的前端 這個線我們要把它就是剪斷 因為這樣子的話就是那個圓會比較明顯 因為它前端是直直的 所以我們不要 剪斷 然後再繼續捲 那捲到大概一圈半左右 我們就可以用尼龍鉗 或者是尖嘴鉗 或者是瓶口鉗 就直接把它捲起來 好 如果你怕刮傷的話 那最好是用尼龍鉗 可是尼龍鉗比較不好捲 它比較會滑 那如果你覺得不好弄 那你就用那個 尖嘴鉗 或者是瓶口鉗 都可以 但是一定要記住 夾住之後 轉 不要一直在那邊摩擦 夾住就不要動 既然這個刀口是炒物 我們要留下來的來面 這樣子才不會吃吃的 可以讓它稍微重點 可以讓它稍微重點 在那邊刷住 然後 group 前一會兒 但是男人 都不會把他找到 裡面 只會 充滅 跟刀口 有 厚 都會 對 有 中文字幕志愿者 那这样就完成了我们的锥子 那就是用一个金属线去编一个外框 然后再把金钻图放上来之后 黏金钻跟天然石 那黏金钻跟天然石的时候 注意有大而小 所以我们先放天然石 然后再放这个浅色的尖底钻 再放深色的尖底钻 然后最后才把这个锥子做一个结束 那结束的时候 我们是由这个后面 做一个像蝴蝶的小尾巴 然后再做这个正面的 就这样子 接下来